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聚宝阁频道 我是阿伦 我是雪盗 被我们今天邀请到了通顶雪盗来节目上拉 因为今天这支影片要来分析一下 最近台中大赛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主流牌组拉 今天主要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主流牌组 它目前常见的一些优势跟劣势 还有跟大家建议一下在各个队局里面怎么样去做对抗 好的 那我们来讲一下今天的第一套牌吧 第一套想要来聊牌组就是 现在环境的绝对主流 梦幻牌组 虽然说在这个环境里面有其他的二属性牌组 像是大剑尾之类的 来克制他 但是他的速度还有攻击力也是现在环境里面属一属二的牌组 雪盗也是怎么看说在当前的主流环境里面 梦幻他的应对手都有哪些 其实我在这个环境我大概打过两次梦幻 一次是盗管赛 一次是城市赛 那我觉得现在梦幻显然是一个人人喊打的东西 我想说所谓人人喊打就是说 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认真准备比赛 他把牌带到赛场的时候他没有想过他会遇到梦幻 或是他要怎么打梦幻 那其实现在主要的针对方法有两个 一个就是绝对的受害控制 就是例如像雪盗陆绝 雪盗玛丽这种类型的 直接阻断他抽虐了 那最常见的话这个会出现在有叠暴走的牌组里面 另外一种就是带梦幻很能处理的惡系大神 我们以前可能会听说三神这种牌会带所谓的动物园 带火焰鸟去西南 对对对 那现在的话其实火焰鸟已经不是很受勤态了 原因是因为火焰鸟他比较难做到一回合准备完成 对除非你是特殊牌组 不然一个回合最多两颗能量 比较难一定要配合齐巴腦 大部分的话你都可能会把它打在桌上 然后静待下回合攻击 这时候就会被老大奉献 后来我们可以看到阿尔动物园 这个牌组的演化到现在已经变成是阿尔联机蝙蝠熊 对就是各种克属全部带嘛 对而且他的克属他倾向带的是VMAX 因为从我们C镖推环境到现在 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现在伤害非常的痛苦 随便都打了310左右 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苍翔 苍翔在C镖的时候是伤害的王者 现在苍翔的伤害已经没有什么人想掉他了 230好烂 打不掉我们随便打到280 现在其实标准已经从220这个血线变28这个血线 能不能一拳击倒VS大是关键 对所以像梦幻的话他现在最害怕的东西就是 相当难一拳处理掉的欧翡打手 像目前的话最明显就是叉字符VMAX 对会看到许多牌组除了带叉字符之外 多带一张VMAX 这样说好了我觉得 如果今天各位观众带的牌是梦幻的话 就是要特别的去了解说 每一套牌他实际上在针对梦幻的时候 他会使用什么样的弹牌去做出来 主要就是分学到这个走向 跟大的二牌的这个走向 后者常出现在动物园的套牌 前者比较常出现在阿尔咒斯加别暴走的套牌 所以说如果发现对方是有可能带大蝙蝠的 可能要优先考虑击杀叉字 目前我觉得阿尔年级蝙蝠熊 打梦幻真的开很大的其中一个理由 是因为他可以很轻松的做出两个二系的阿神 除了叉字符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狐帕V 我有印象很深刻 我之前在玩梦幻的时候有一个对局 对方一口气就做了一个狐帕V跟一个蝙蝠 然后他蝙蝠给他两人 然后狐帕V给他一人 然后他吓回了我一扎二叉字符之后他就是狐帕直接批一个洞棚 然后手前齐巴拿然后上来帮我打死 然后我吓回后没有解我就说 完全没有办法承受克服 带梦幻的玩家就是可能还是要稍微先败个败 无论是对方卡不卡跟自己顺不顺都很重要 好那下一套来讨论一下 从上一弹到现在依然是一个主流阿尔白马套牌 阿尔白马 其实阿尔白马的话各位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他相对的比较视为 很多人都把阿尔白马改成丑阿尔的 虽然说他的白马有能力一拳顶穿大部分的Vista Bokemon 但是现在来讲越来越多针对带白马的钢属去Bokemon 我这边讲的是说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们觉得阿尔白马的玩家看专达出阿尔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就是阿尔白马跟阿尔迭暴走 这两套牌最大的区别是他进化率少的真正一点 他的整体的稳定性高很多 第二个原因是虽然说阿尔白马他有一个很棒的好处是 他可以做到233拿或是什么223拿 但因为对手也不是笨蛋 他基本上就是最后一奖会抓你的迭暴走出去 所以他的掉奖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 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这个环境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小人牌 所谓的WTB 还有所人贵夫之类的 其实这些套牌打到纯阿尔都会很难受 非常难受 一群人没办法击倒他马上黑脸浮满 对 非常难受 那相对来讲就是阿尔白马他不具有纯阿尔这么强的 奖励卡的拖延赞助 不过我个人觉得阿尔白马也是非常有魅力的 一套牌 白马现在是目前这个游戏VMAX的上台跳话牌 对 他是少数可以轻松击倒阿尔咒斯的打手 那不过 因为现在纯阿尔通常都会带大部分 那只要一旦有了大部分 白马加上腰带的情况下是没办法击穿他 还需要一只扳手才有机会 对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如果今天你是打算要带白马去打大赛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带扳手 就是扳手会是你能不能上位的关键 你只要遇到扳拉尔你没有板手 你要两个射手去射他也不太实际 可能会把你的戏拖到太后面 太慢 对对对 扳拉尔的数量肯定会非常多 因为上次我们艾芝CL 冠军牌组 秀烂 有错 一套扳拉尔卡手还是打回来 对 他一套扳拉尔就2比6追回去把破坏打爆了